並不是你一定要知道這個節目是好的 你才要去做的時候 你知道你做完這件事 你就單純做得一個快樂的自己 那這件事確實也蠻值得去努力試試看的 這就是我自己這兩個月跳舞下來的感覺吧 突然覺得可以拍一下影片 就是請大家跟我一起記錄一下 今天會發生的大事 不是那種哼喪喜慶的大事 就是日常生活小事裡的大事 就是重要的事情 那我要先化妝 然後再來跟大家認真說明一下今天要幹嘛 現在為了一個懲罰在剪頭髮 好 我化完了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其實我最近為了跨出舒適圈去嘗試新的東西 我就去學了跳舞 大家可能知道我去跳舞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真的會踏出這一步 然後去嘗試跳舞這件事 是因為我妹 就我去年這個時候去看她的跳舞懲罰 然後就覺得天啊好青春喔 然後就是為了一件想做的事情 雖然不擅長 可是真的花盡了很多心力 就時間或是身體上面 然後就覺得蠻感人 然後也會反思自己 明明就也想嘗試這件事 我為什麼不去試試看 可是其實我跟她跳舞歷程不太一樣 所以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但總之就是今天是她跳舞大成怕的日子 就是有超級超級多的觀眾 然後也剛好是我這支舞的結訊課程 然後我的結訊是沒有觀眾的那種啦 就是會大家約好一個dress code 然後老師幫我們拍一個結訊影片 所以對我來說是也蠻重要的 而且因為這是我第二首的 然後我第一首因為確診 所以我其實沒有去拍攝 然後這次才是我真的走完一條完整的跳舞課 所以對我來說也蠻重要的 然後也覺得很巧就是 影響我的人 今天是大成法 然後我自己今天是小成法 所以今天都是我們的跳舞日 就想說可以來記錄一下蠻特別的 2022年的4月 是我第一次參加跳舞課 因為沒有太多時間練舞 就選了一位比較簡單的MV舞 結果真的跳了才發現超難 甚至在要拍結訊影片之前還確診 導致完全沒有參與到第一首歌的成果影片 就是因為這樣我才報名了第二首歌 也才有了今天這支影片 但好像因為選了更難的歌 所以第二首也沒有跳的比較好 可是在拍攝完這支影片後 我總算跟我妹一起去跳了一堂課的舞 算是原來最初的夢想嗎 想和她一起嘗試 我們都會喜歡的事 那我們就回到第二首歌的紀錄吧 颱風天出門真的是 有夠狼狽的 我妹參加的阿 其實是那個Lumi dance過 如果有在跳舞的應該都知道 他是大學快畢業前 然後加入 就是那種從第一次開始練舞感 所以我的跳舞歷程其實跟他不太一樣 他是從學生開始做這件事 但我的學生時期 就後來都是選了別的色彩 我高中快選康福色彩 然後就是選了一些活動策劃 領導溝通 企劃什麼的 然後大學也是 大一就直接加 就是選系隊隊長 然後又接了籃球隊的 就系隊隊長 所以這種玩意卻沒有時間 去參加外面的色彩 所以我就一直覺得就是 他在學生時期去做這件事 真的是蠻好的 好累 然後等一下應該會大排場囉 我現在已經有心理準備了 因為去年也是這樣 所以我等一下就是看完他的懲罰 然後晚上去拍我的結訊影片 然後我的跳舞課 就是那種上六個小時的MV課 然後最後結尾拍一支 嗯 結訊影片 這是我第二首歌嘛 我第一首歌 最後一堂課確診 所以我沒有拍到 我是自己找朋友來幫我拍攝 那今天算是我第一次要參加 跳舞教室的拍攝 所以其實蠻緊張的 因為歌鬥來說有點難 然後我也不是真的很擅長跳舞的那種 就這樣 好 我們就去看我妹表演 這雨真的超級大的 終於到了 有票 有票啊 那這邊幫我拍衣服 另外一個東西 好 謝謝 謝謝 你們看人家有多少 你們看人家有多少 也輸好 也輸好 很好 就會被抓一下 就這樣 來吧 謝謝 人太多了,我決定站側邊 我們是第二組表演 所以應該拍完它,我就差不多要離開了 因為現在感覺快三點才會開始 然後人超級多的 我有帶另外一顆鏡頭要來拍它 我算是一個蠻好的姊姊吧 如果是一個蠻好的姊姊 你不可以停止 將自己繞著 最後的姊姊 要等太多鎖 只是放鬆 然後感覺到流動 現在讓你讓它們走 就是要讓它們走 然後讓它們走 再讓它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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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它們走 我看起來很漂亮 你的頭超圓的耶 你在舞台上 頭超低的 超好潤的 表演完的心情 另一隻腳也拉上了 喔 兩隻腳拉上 對 那我覺得開心了 剛剛動作也做什麼 就是有一個動作一直做不好 今天也是做不好 好啦 我等一下要去練舞了 換你了 對啊 交接 馬拉松 要去面對我的跳舞了 其實我們是晚上七點拍攝 可是通常在拍攝之前 他們會約外面的練舞教室 就是團練一下 然後我覺得很好笑的是 就是我有沒有那麼認真 要編頭髮什麼 或是因為 因為我比較早出門 晚上才拍攝 就想要請室友幫我 把頭髮弄膨一點 就夾那個玉米虛的夾子 可是因為我自己不太會用 所以我就拿帽子用 結果他就一個認真帽 編了頭髮 小辮子什麼的 我覺得我身邊就是充滿一些 對於自己在乎的事情 非常執著的人 但我是一個超不執著的人 我執著的就是 我要去完成這件事而已 24dancing 然後通常我們 自己約外面的練習一次 就會約走 好厲害喔 他有點想你啊 這是誰啊 這是誰啊 很好笑嗎 是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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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that there must be a catch s waiting around for the record to scratch but then you go again where you say I dream about you daily and your face it's a pain in the loop or baby all your hearts like the screenplay 我們練完一波了 頭髮都塌了 這裡 我們現在要去真的練舞教室了 那真的去拍攝 我只有三次的機會 就是跳三次 還沒跳之前大家就已經累了 一倍了 這就是我上課的 他就是兩間跳舞教室 哎呀 沒臭拉臭 這是現在有的課 這邊一間教室 然後這邊有一間教室 我們等一下在這裡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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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e lying if i said i didn't miss it you know we look so much closer from a distance it's so easy to skim over and harder to find i don't want the closure i've opened my mind late night kazunori should have kissed you i know lately i've been blind you can't wait for me to see you hi 大家有跳完了 坦白說我跳了三次然後三次有跳錯 我覺得太緊張了 剛剛有個人在旁邊我被嚇到了 所以我就邊走邊跟大家講 反正總而言之我覺得就是因為在這個跳舞班啊 就是其實同學都不是那種就是跳得非常厲害或是非常非常擅長 可是大家都會也蠻努力的在把這件事做好 就是把它完成然後做到自己想要的樣子 我覺得這件事蠻感動的吧 就我覺得也會蠻提醒我自己就是對生活 有沒有足夠的勇敢或是有沒有足夠的 想去嘗試那些想試試看的事情 就有的時候大家都會說我們就是要找到自己擅長的事情 或是做那些擅長的事情 可是怎麼講啊就是 並不是你一定要知道這個結果是好的你才要去做 有的時候你知道你做完這件事你就單純獲得一個快樂的自己 那這件事確實也蠻值得去努力試試看的 這就是我自己這兩個跳舞下來的感覺吧 所以感謝今天陪我就是記錄了這個小乘發的日子 成果影片我應該會選一天然後就把第一支第二支一起給大家看 然後也感謝大家陪我去看我妹 所以就是今天值得驚豔的一天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囉 我要在捷運站收回 大家掰掰 下次再見